我們看到民進黨 民進黨21位主要的立法委員 在立法院中聯署提案說 要修改掉一粒一修 要推動公實銀行 要推動取消加班一算式 要推動特休假遞延這些政策 再度把他們已經用一粒一修換掉我們七天假 接下來又要用改二勞基法條件 持續的讓青年勞動處境更差 那我們今天來到民進黨黨部之前 就是要揭穿民進黨他們在砍掉七天假 推行一粒一修以來講的四大謊言 告訴他們說不要再繼續騙下去了 我們要民進黨還給我們勞工七天假 然後我們也要拒絕勞基法 一再來被改二 第一大謊言是什麼 第一大謊言就是當初民進黨 上次總統蔡英文 下次立法院的立法委員都說 一粒一修可以減少台灣勞工 過勞通常可以減少台灣勞工的工時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到五月為止 主計處的人力資源報告就很清楚地顯示 從去年整年實行勞工 從去年整年的去年整年勞工 平均的週工時是42.73小時 到了現在一粒一修上路之後 一到五月 平均勞工的週工時是42.82小時 只有減少區區0.09個小時 差不多是5.4分鐘 只減少5.4分鐘 這叫什麼改善過勞的狀況 只有確實的縮減我們台灣勞工的工時嗎 那第二個謊言就是 當初民進黨說 一粒一修 增加了休息日之後 可以讓加班費大增 可是齁 其實大家今天也有 也有在基層工會的秘書在現場 其實大家都知道 基層的雇主在排班的時候 很平常就會避掉說 平日加班超過 超過兩個小時 要加班費成1.67的部分 也會回避掉 所謂休息日加班要負2.67的部分 所以實際看來齁 這個勞工的加班費 根本就沒有增加 況且再回到紀念打工族的身上 紀念打工族根本幾乎 沒有人會用到第六天的休息日 還要上班 所以民進黨當初說 一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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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給勞工 會給打工族 增加加班費 也是一個謊言 第三個 第三個 很明顯的根本不用我們去揭穿 第三個 民進黨當初說他們要落實一例一休 給勞工看得到又吃得到的特休假 說他們要落實勞動檢查 可是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那麼多的民進黨的縣市首長 是在帶頭阻撓勞動檢查 還有現在林全 林美珠 蔡英文都在說 勞動檢查要變成輔導為重 然後在公實跟加班房間就幾乎沒有處罰來講 其實大家都知道當一個法律 空有法律條件卻沒有法律效果的時候 這個法律就是空的 民進黨讓勞減去變成輔導為重 就是讓一例一休的法條心動驅塞 根本沒有要落實勞權 根本沒有要重視台灣勞工 根本沒有要重視新年打工族人勞動權益 他們說一例一休很複雜 沒有公司打進需要再修法 可是我們也看到一例一休上路以來 勞動部的不斷的 勞動部不斷的放寬責任制 不斷的放寬變形公司可以適用的行業範圍 這就是不斷的給雇主去製造彈性 明明就雇主已經有這麼多製造彈性的機會 可以這麼多機會再剝削勞工 他們卻還要再推動公司銀行 取消加班預算式 還有特休遞延的方式來繼續 請看我們青年打工族 不只是現在在打工 還有未來畢業之後 進入職場的勞動權益 在今年的上半年份 我們台大左腿西社 跟台大學人會合作 然後做了一份在台大周邊的 薪資打工地圖 大概是統整一下 就是大安學區的店家 然後我們做一個統計的調查 然後在這個調查中 關於打工族排班的部分 我們調查的47家店家裡面 只有9%的店家 只有9%的店家 有讓打工族排班超過五天 那也就是說 有91%的打工族 在我們的調查中 他們是沒有排到第六天班的 也就是說 在休息日現在的規定下 休息日的規定是 在正常工時的情況下 一週工作五天 那你的第六天出勤 那就是休息日 那休息日要給前兩個小時 1.33 後兩個小時1.67的 這樣的一個加班費 也就是說 這有91%的打工族 他們根本就不會有 在第六天出勤 也根本不會有所謂 在休息日出勤的狀況 那也就代表 政府說 休息日的加班費增加 可以讓打工族 在薪資上 可以獲得 譬如說一年三萬塊 這件事情根本是天大的謊話 去年政府曾經提到說 我們把勞工期限假砍掉 但是我們沒有還給 但是我們沒有增加特休假的規定 讓勞動者 可以去彌補期限假被砍掉的水質 那我們來看一下特休假的規定 特休假是 勞工在同一個事業單位 他要服買一定的年資以後 然後雇主要依法給勞工的 那個有薪休假 勞工部在去年他新增 這個他新增年滿 年資年滿六個月上的勞工 可以就擁有三天的特休假 他說這樣可以讓年資比較少的年輕的勞工 可以享有砍價後的彌補 但是我們必須提出質疑的是 對於一個青年打工族而言 或是一個在現狀下無法可管的派遣勞動者 他們的工作型態往往是流動 而且不固定的 所以特休假 它本身它的要件就是要 你要服買一定的年資規定 那對於這種可能 我可能是暑假打工 或是寒假打工 或是我在一家咖啡店打工 我根本不會做超過六個月以上的勞工而言 那這樣特休假規定 對於他們而言個人就是看得到吃不到啊 是吧 那今天民進黨如果拒絕下來回應 沒關係 去年我們就已經上到民進黨黨部了 那今天我們就去民進黨黨部裡面 找他們到民進黨出來具體回應 青年的訴求 走 相信民進黨 說�ager 走天使從事實際上 街道 忘記了 我們今天就是象徵性的戳破這些謊言 民進黨不要再繼續騙下去 還我們青年七天國定假日 我們現在就踩破這些民進黨的謊言 各位可以看到民進黨就是這樣拒絕 正式青年的勞工族權益 拒絕回應青年打工族的訴求 那去年我們都已經用突襲戰力的方式 來表達我們拒絕砍掉七天假的訴求 那今年我們也絕對不會 第一次對民進黨政府的抗爭 我們要捍衛所有青年勞工族的 青年打工族的權益 我們將會繼續的抗爭下去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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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